第179集 现在把他们留在李太身边 王百官就没有机会去巴结他们三人 那也就意味着从根底上 解决了争斗的可能性 想到这里 李渊沉引了半上 说道 这不过是一场小笔而已 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全当开心就好了 开心 这他们能开心得起来 有谁开心的时候 能把鼻子开心出血的 李渊沉心中悲愤交加 父皇 你也太偏心了 李太这小子是你皇孙 我们就不是皇子了 你隔代亲呢 虽然满心的怨言 李渊沉却不敢说出声 只得苦哈哈的叹了口气 还比不比 就在此时 李太智能的声音传来 此时显得尤其扎耳朵 李渊沉都懒得看他 哼 比 比个屁呀 你他不能想出把球框给抬了的如意 谁跟你比 谁就是傻子 父皇 而臣以为清雪所言的篮球之事 倒是有趣至极啊 而此时 李二忽然开口道 若是能将规矩加以调整 或许 以后此相事 会比储蓄 要更有趣一些 李渊 李渊微微汗手 他也能看得出来 篮球这项事确实有这其魅力 当然 前提上 别跟李太学 李太这就纯属找茬的 说到触矩 我就想到他的正经玩法 而此时 李太却眼眸一亮 想到了未来的足球赛事 乃声乃气道 你们三个 要不要跟我再玩一次触矩啊 李渊成李二里元吉 偏头直勾勾地看着他 恨不得将篮球扣在他脑袋上 上了一次大档就够了 你还想我们上第二次档 篮球都把人玩快气吐血了 还跟你玩猝虚 你整人还停不下来了 李二美好气道 清雪 你让为父省点心吧 得罪人呢 不是这么得罪的 你也不看看你建成大伯 成什么样子了 嗨那胡不开啊 提那胡 李太干笑了一声 没有再吭声 心装 有些遗憾 看来 想要让他们见识一下足球的魅力 怕是不可能了 今天的望顶方一行 真是开眼了 李渊看着众人 感慨地说了一声 忽然想到了什么 身色有些凝重地望向利太 说道 清雪 今日 差点忘了告诉你 你可知道 过几天是什么日子吗 李太后气道 什么日子啊 李渊却笑呵呵了一声 抬起苍老的手掌 拍了拍他的脑袋 说道 哈哈哈哈 明日早朝之上 自然会有大臣告诉你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另外 李渊眼角余光 也眯了一眼 站在远处 正惊奇望着篮球的阿罗本 低声道 这位阿罗本 朕带他回宫 跟他好好讨教讨教 大秦国的事 你有意见吗 可以呀 李太怂了怂见 这能有什么意见 不过说到大秦国 那不就是罗马帝国吗 自己懂得 可比那阿罗本要多 但一想到 跟李渊解释起来 会很麻烦 便干脆懒得多说 而在心里 李太有些好奇 李渊刚才说的 到底是什么事 李渊带着阿罗本走了 在望庭方林事件的篮球场地 以及那一颗篮球 引起了方正那些孩童的好奇 方正小心翼翼地走到李太跟前 指了指在地面上 一动不动的篮球 陛下 我们能玩那个吗 可以呀 李太笑着道 陛下万岁 方正和那二十余个孩童们 欢呼了一声 随即蜂拥而上 抱着篮球 开始投篮起来 望着他们 李太叹了口气 小孩子的快乐 纯粹又简单啊 李建成里二里原集 瞅着他 你不也是个小孩吗 你的快乐 不纯粹简单吗 天天欺负我们仨 尤其是我们的大哥 不就是你的快乐源泉 三个人心中付费着 李建成忽然道 陛下 咱们接下来 要不要回秦王府啊 暂时先不回去 李太想了想 对于李渊刚才说的 明天早朝上 会有大臣说过 这几天会是什么日子 他心里十分好奇 问道 黄爷爷刚才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李二想了想 说道 可能跟百官的考纪有关 李太亚然道 是这个事 所谓考纪 就是唐代朝廷 对官员政绩的考核 李太记得 以前看过的史书中记载 唐代管理考核标准 分为通用标准 和职务分类标准 通用标准是自善 即一约得意有文 二约清甚明著 三约公平课称 四约客秦匪泻 得意有文 即德高望重 清甚明著 即清廉解身 公平课称 即断式公平 客秦匪泻 即勤劳不懈 唐代把政治 经济 司法 军事 宗教等各方面 官吏的职责 分为27类 作为对各种 不同官吏职责的 职务分类标准是 27罪 以及把考核的 优劣好差 划分为9等 另外 唐代的考核范围 广泛全面 对9品以外的 留外官 也都制定了 考核标准 这样 按平行 才能公过 分为4等来考核 李太摸着下巴 没想到过几天 竟然是考核 官员的政绩 桑音质难道 那就是说 过些天 是要对百官 按照政绩 进行赏罚了 李二点了点头 嗯 是这个道理 既然是这件事 那到时候再说吧 李太微微喊手 这件事啊 他就不着急 想要考核 百官的政绩 那也得有人 整理才行 然后上报到 秦王府 他才能知道 谁该赏 谁该罚 那就不急于一时了 既然如此 自己那件事 倒是可以提上 日程了 李太想了想 先把闪亮叫过来 低声吩咐了 急许 然后乃声乃气道 走 去最仙楼 平康方内 最仙楼 依旧大门紧闭 李太悠哉悠哉地 带着他们哥仨 走入最仙楼内 迎面 便看到无智和无用而忍 穿着仆役的袍子 正百无聊赖地 挥手驱赶苍蝇 压然道 你们这么闲的吗 看到李太 无智和无用 大吃一惊 赶忙直起身 自从上一次 李太微服四访长安 帮助他们解决了大麻烦 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差事 两兄弟心中 感恩戴德 只是一直可惜 自从上一次以后 就再没见过李太了 二人毕恭毕敬道 草民无用 拜见陛下 见过三位殿下 李太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问道 最仙楼修缮得怎样 上一次来时 临走前 他特意交代过杨明月 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 把最仙楼的二层 重新修缮了一遍 无用感忙道 都已经办妥了 李太嗷了一声 随即偏头看了看四周 没有见到杨明月的身影 好奇道 哦 明月人呢 无智感忙道 好就陛下知晓 明月小娘子在楼上午睡 李太神色已争 太阳都晒定了 还睡 你这么说 做一些楼的第一美人 合适吗 无用无智 同时甘笑了一声 无智小声道 陛下 要不要草棉 去叫明月小娘子下来啊 不用 我自己上去 李太挥了挥手 让李见成哥仨 在楼下等着 登登登 自己走了上去 来到杨明月的屋外 李太顺手 推开房门 便看到 在房屋最理侧的榻上 杨明月身穿一袭 脆色长裙 侧握着身子 闭目羞气着 李太轻轻关上门 轻手轻脚地 走到她跟前 好奇地望着她 杨明月身高约摸 一米七左右 体重应该在九十多斤 一斜乌黑的长发及腰 白皙的肤色 更添几分唯明 仔细打量 李太感觉杨明月 和未来的王祖贤 有几分相似 正饶有兴趣地看着 忽然发现 她俏脸微红 修长睫毛颤了几下 显然是已经醒了 醒了你还不起来 搁着给我装睡呢 李太翻了翻白眼 然后坐到梳妆台跟前 拿起铜镜 用手指甲扒拉着 躺在榻上 杨明月瞥着眼睛 在李太推开门的刹那 便已经悠然转醒 能这么大大咧咧地 推开自己房门的 用耗脑勺想 都知道是谁 杨明月故意不睁开眼睛 想看看当今天子 会干些什么 李太年龄八岁 但脑子里想法 绝对不止八岁 杨明月 装睡几秒钟 便后悔了 自己现在 就是老虎面前的 一只羔羊 心中 不免有些羞难 万一陛下亲自己 或者做一些 毛手毛脚的事 自己要不要阻止她 若是阻止 她会不会羞闹 正当杨明月 心头千丝万绪之时 耳畔忽然乍响 很刺耳的声音 杨明月忍不住地 睁开眉眸 就看到李太低着头 用手指 扒拉着铜镜表面 那声音 说是磨音灌耳 都是清冷 坐起身子 凝视着李太 称道 陛下 你这是在干什么 叫醒你啊 李太眼睛 一眨一眨地望着她 扬起手中的铜镜道 你看 效果不错 杨明月心中无语 换作是个正常人 都应该做一些别的事吧 是自己魅力不够大 还是陛下 现在年龄太小 根本不懂这些 可要是说不懂 那上次她躺在自己怀里 说的那些话 是哪里来的 这位主啊 分明是什么都懂 现在又装不懂 不过分 杨明月有些委屈道 陛下 龙家还没睡够 李太眼瞳一眠 要不我给你买一幅棺材 你躺在里面睡个够 什么时候睡够了 再起来 杨明月顿时陷入了沉默 感觉啊 跟李太是聊不下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